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后,满后宫为了争宠打破头的时候,我在想我儿子的亲爹,什么时候才能起兵造反,来京城和他亲哥掰腕子。 他们两兄弟欲望相争,我这个渔翁在后面排队等得很急呀。 我是先帝驾崩前亲定的准皇后,楚怀朝一登基,我就十里红妆,坐着一顶喜叫进了魏阳宫。 如今我们已经做了十年的夫妻,儿子都八岁大了,长得聪明伶俐,乖巧可人,一看就没有继承到楚怀朝那蠢顿如珠的头脑。 不知道有没有人怀疑过本宫偷情,不过任他们在猜,也猜不出来给皇帝戴绿帽子的到底是谁。 毕竟京城当年谁不知道,叶将军独女叶兰和二皇子楚怀青是见面就要眼红掐架的死对头。 就连楚怀青自己,恐怕都以为他只是喝醉在花园里睡了一觉。 楚怀朝和楚怀青这兄弟俩的恩怨,要说清楚,还真有点绕。 他俩不是一个妈生的,但他俩的妈都是皇后,老二的亲妈是元后,老大的亲妈是季后。 这就有意思了。 元后身子弱,病逝刚出福,先帝就迫不及待改立了他最爱的宅贵妃为后。 他儿子楚怀朝摇身一变,从树长子成了嫡长子,楚怀青本来一个板上钉钉的准皇帝,半途被人截了糊,别提多恶心。 本来吧,朝中一半多的大臣是支持楚怀青,反对先帝换太子的。 毕竟楚怀青从小就立的是储君人设,为人储士都是照着当皇帝的标准来,五年登基三年模拟都模拟不少次了,很熟练。 比草包楚怀朝高到不知哪里去,可惜倒霉就倒霉在,先帝慕年,竟然成了一个恋爱脑。 他觉得不能委屈了心爱的女人给他生了儿子,立牌众议,要送楚怀朝上天。 我为什么把他俩的破事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先帝在京中立了太学,樊勋贵子弟,不论男女,都可入学。 我和楚怀青坐了十几年同窗,魏征第一掐了十几年的假,逗得那叫一个水深火热,可以说是有我没他。 结果,我爹脑子都被五百头驴踢了,给我定亲定到了楚怀青头上。 我知道这件事后,哄堂大笑,当场就把我家书房拆了。 我娘拎着马鞭,准备教训我,被我爹拦下。 她捋着胡子,一点也不生气,乐呵呵地说,没事没事,咱家的书房就是摆设,蓝丫头有数呢。 她要是敢拆了我的叫场,再抽她也不迟。 但,这大老粗,我家大老粗是马背上长大的,战术素养齐高,文化素养极低。 如今,这大将军的地位和满身的军功,都是她一刀一枪从战场上拼来的。 她眯缝着眼睛,对我说,放心吧,爹看她有明君之相,委屈不了你的。 我爹学门口摆摊的老瞎子看相,看的时候是不是也忘了正眼。 还明君呢,想命差点都没了。 楚怀朝才是坐上了皇位的那个,他登基之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一纸招令把楚怀青发配去了平良守官看大门,然后就同我成了亲。 楚怀朝这波呀,这波是先抢了楚怀青皇位,又抢了楚怀青老婆, 结果楚怀青居然就缩在平良,一点意见也没有,没事连京城都不回。 我惊了,我真的惊了呀。 楚怀青是什么品种的大善人,我要是他,我早带着人马打回京城和救部来个林外合, 把楚怀朝揪下来,踩在地上扇他一遍又一遍了。 要我说,这兄弟俩一个蠢蛋一个耸蛋,属实卧龙凤厨, 但如果非要选一个借种生孩子,那还得是楚怀青靠谱点,好歹长相很够数。 男人有什么意思? 要我说,还是楚怀朝屁股底下那把椅子,更有意思。 楚怀朝这个东西吧,真不是个东西。 先帝明知我已有婚约,依然要封我做这个皇后, 其用意正是担心他这个草包儿子不得人心, 利用我爹的战功和威名替楚怀朝震一下场子。 正好我爹没文化,还不担心他干震。 结果楚怀朝摘了他二弟的桃子, 被先帝处心积虑送上天,就飘得找不着北了, 真以为是自己有能力挣来的地位, 对一干老臣翻脸不认人, 转头就开始众文义武,提拔自己信任的新人。 其实他这波神操作,我倒也能理解。 毕竟满朝文武不说全部,至少大半都曾是二皇子党, 我家更是差点和楚怀青结亲,他不放心也是正常。 只可惜他的眼光之瞎,比我家门口算命老瞎子更甚。 除此之外,他广开选秀,我在卫阳宫凳子还没做热乎, 一群新妹妹们就已经手拉手进来,给我请安了。 就实在是,福气。 这宫,你说不斗吧? 那肯定是不行,逗吧,又特别跌分。 幸好楚怀朝是个草包。 我借他风寒告病的机会,插手证物,替他处理了两天公事, 两天以后他回朝,满朝大臣都跪求, 他把前两天那个代工的活菩萨请回来。 本菩萨听到这里,悠悠从帘子后面转出来。 百官见了我,睁大了眼睛, 有个低情商的喊了一句后宫女卷怎可干正, 被同僚捂着嘴按下去了。 无他,朝中苦草包久矣。 我虽然是女卷,但也是先帝挑的皇后, 好歹是个正常人, 在太学中还是三朝元老林太父亲口夸过的得意学生。 得意于先帝的会证,在场一多半的人, 都该听过我的名字,读过我求学时写的策论。 楚怀朝大喜过望。 在他看来,处理国事就是每天重复几十句好, 就依爱卿意思办,现在有我替他复读, 他自然是解脱了。 我也大喜过望, 群臣默许帝后供制, 我的手伸在前朝, 后宫谁敢惹我。 我这个供斗的有档次, 斗了,但完全没有斗。 盛妙,盛妙。 如今十年过去, 本宫地位稳固, 有一子傍身, 楚怀朝有需求自己去找他的爱妃不来烦我, 每天没事了我还能听后宫姐妹们撕逼八卦, 实在是神仙日子。 唯一不好的一点, 是楚怀朝不仅有蠢病, 还有很重的疑心病。 他老是怀疑我和他二弟有点什么。 可, 虽然吧, 这个怀疑也不算空穴来风, 但是他精神敏感, 总想找机会试探我, 这就很烦了。 好比今日在朝上, 他非拉着我要给楚怀清想个封号。 搞笑呢, 楚怀清都在平凉蹲了十年了, 现在才想起来给人封王, 假惺惺的眼胸有地公。 这封号给得太好不行, 那说明我和他却有私情, 给得不好也不行, 那是我有怨气在心。 我实在懒得陪他演, 干脆说, 不如以封地为号, 就称平凉王。 亲王赤丰自有一套礼法, 多数情况下都有礼部绞尽脑汁搜刮点好字, 怎么说都要做一下表面功夫。 直接以如此穷苦的边地为号, 说实在话, 挺埋态的。 楚怀朝倒是很高兴, 皇后此言甚妙, 不瞒诸位爱卿, 我这二弟近日上书欲娶亲, 终于是要成家了。 正逢中秋佳节在即, 朕体恤二弟, 特召他回京亲自赐婚, 将封王的喜事一同办了, 诸位以为如何? 我一个没控制住, 掐断了小指的护甲, 楚怀朝的眼神几乎是立刻转到了我身上, 毒蛇信子一般的眼神在我脸上打转, 我反应过来, 立马接道, 陛下英明。 平梁王必能感念陛下之情, 百官跟在我后面山呼万岁, 他冰梁又饱含恶意的眼神终于从我脸上滑走, 淡淡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下朝走了。 直到进了卫阳宫大门, 我才敢丢开, 藏在手心里断成两极的护甲, 这护甲我今天早上才从匣子里翻出来, 什么偷工减料的玩意儿啊, 怎么一捏就断, 楚怀朝的多疑早都要是网衣了, 这下又该怀疑我, 门外一阵喧哗, 是我儿回来了, 楚容正是半大小子精力充沛的时候, 刚在马场学完骑射, 正好走进宫门, 他是我一手带打, 课业都是我亲自教的, 对我十分亲近, 什么话都愿意对我说, 这会儿一看见我就亮着眼睛扑进我怀里, 仰着脑袋一脸兴奋, 娘, 今天教习夸我了, 说我学起东西来像二皇叔一样快, 啊, 啊, 像谁, 楚怀清这三个字, 今天是阴魂不散了吗, 教习夸你一句, 让你这么高兴, 我摸摸他的脑袋, 当然了, 他挺起胸脯骄傲地说, 二皇叔是儿臣最崇拜的人, 他的文韬武略, 让儿臣深深拜扶,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很有见地, 给了儿臣很多思考, 他作为亲王, 愿意抛弃荣华富贵, 助手边关, 这份胆破和气概, 更是英雄中的英雄, 教习这么夸我, 我觉得很自豪, 真是小孩子, 搞不懂大人世界的复杂, 以这样简单的标准, 妄论成败, 我笑他, 你见都没见过你二叔, 哪来的勇气闭着眼夸, 这小子人小鬼大, 竟然对我说, 娘, 我虽然没见过二皇叔, 但神交已久了, 我看过他不少手稿呢, 就是你放在书架上的那些, 写得都特别好, 我张口结舌, 我都忘了, 书房里还藏着那么多 我收集的楚怀清的书稿, 当年在太学斗得很, 为了更好的知己知彼, 完成太夫的考笑后, 我常常把他的文章拿回来, 针对研究, 就,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啊, 荣儿你听妈妈解释一下, 荣儿心大如盆, 才不在意他娘亲是不是欲言又止, 一蹦一跳地回房了, 他和楚怀清身形愈发孝似, 想到这冤家不日就要回京, 我不由陷入沉思, 我确实喜欢看修罗场, 也巴不得他们兄弟俩快点打起来, 可前提是, 这修罗场不能是我自己演的呀, 大概, 也许, 可能, 说不定, 万一, 能瞒过去呢, 遇到大事不能耸, 我给自己打个气线, 第二天, 妃嫔们来给我请安的时候, 不知怎么聊起平良王寡了这么多年, 突然娶妻的事, 毕竟大家都只听说他要娶老婆, 不知道他要娶的是哪位, 我的忧郁一扫而光, 连忙坐直, 举起茶杯, 演示了一下自己期待放光的表情, 第一个抛出重磅消息的是胡嫔, 胡嫔五官精致, 小鸟依人, 唯一的缺点是长了张嘴, 很爱胡嫔, 她摇着团扇, 十分嘚瑟, 我知道这位弟妹的一点消息, 听说她出身崔氏, 刘美人疑惑地问, 崔家女儿不是只有一位吗? 崔大学室的女儿崔和, 正是胡嫔母家弟弟的夫人, 有这层殷亲关系在, 难免胡嫔, 嫔, 消息灵通谢, 看着一屋子摸不着头脑的美女们, 焦头接耳, 我放下茶杯, 清了清嗓子, 壮丝平淡地说, 胡嫔说的是崔家的长女崔爹, 他们大概没几个人听过这个名字, 吃瓜装逼的最高境界, 就是在大家聊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人的时候, 轻描淡写地说自己认识, 果然,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都已经转为了膜拜, 我突然有些感慨, 下手的一张张脸, 大都是近几年进宫的新面孔, 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就是, 竟都没几个人听过了, 崔爹是我在太学时的同窗, 后来楚怀清远走平凉, 她一介名门贵女, 二话不说, 跟着私奔, 当年这是闹得很大, 她是勇敢追爱, 崔家却名声扫地, 一时沦为笑柄, 崔大学士气得卧床两个月, 好了之后, 便宣布和崔爹断绝关系, 家谱除名, 从此, 崔家再没有这个人, 那时旁人都说我是她的闺中密友, 但其实我们相看两相艳, 我爹行武出身, 教育我的方式, 和那些祖上扩了好几代的不太一样, 简而言之, 放养, 我小时候性格比较直, 又爱出风头, 和崔爹这种文化人家养出来的娇滴滴的女孩子, 很不对付, 刻于时间, 我更热衷于和男生们一起打马球, 趁机和楚怀清互相敲闷棍,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对手, 打着打着就会发展成我们两个连球在哪里都不顾了, 只管盯着对方死掐, 以禁止对方碰到球为宗旨, 比赛结束了, 我俩可能都还没掐完, 其他人气得不轻, 说找我俩来, 就是看中我俩的突进能力, 结果一场比赛下来, 我俩进哥角落里掐自己的算怎么回事, 于是只好把我俩塞进一队, 既然是队友, 那当然要比谁得分更多, 于是我们又开始使劲浑身解数互帮倒忙, 说什么也不能让对方出风头, 他们彻底受不了了, 干脆放弃比赛, 一大帮子人围在一起, 批判我和楚怀清同队还要互扯后腿, 对手抢球都抢到鼻子跟前了, 我俩还在专注给对方下半子的时候, 催蝶就远远坐在场边, 脱塞笑眯眯地当观众, 男生们一边骂我俩, 一边偷偷回头瞟他, 哪怕只是瞟见了他一片衣角, 都会红了耳根, 气势陡然弱下去, 催蝶从不上场, 以催大学士的颜柯和催家的门风, 他们家姑娘在外面小跑都叫不庄重, 还敢和男人一起打球, 妖兽, 女孩子家的脸面都不要了, 他小字拼膝, 自如其人, 鸟挪拼平, 像若不禁风的柳, 琴棋书画, 样样拿得出手, 可惜, 太学是交正论的地方, 林太傅对附庸风雅的能力不在乎, 更看重学生是否拥有自己的见解, 拼膝最缺这点, 她是大学士的女儿, 绝技不能丢崔家的脸, 文采和行指无可挑剔, 但见解这个东西, 是崔家女儿不需要也不应该有的东西, 因此十分不幸, 在林太傅的课上, 拼膝是成绩最差的一位, 敢拿最后一名丢人, 崔大学士才不管拼膝有什么理由, 只管家法伺候就完事, 拼膝没有办法, 幸好她有全天下学子共通的技能, 抄作业, 那时候课业最优秀的就是我和楚怀青, 她家风森严要跟男人避险, 因此虽然也不喜欢我, 但只能选择抱我的大腿, 她手里抱着我的腿, 眼里还瞟着楚怀青的腿, 可, 不能怪我想歪, 实在是她表现得太明显, 太学中谁看不出来她喜欢楚怀青, 我们打球, 她坐在一边, 眼神追着楚怀青, 我们下棋, 她在一边帮楚怀青收子, 我们在学堂对诗, 楚怀青写完的诗稿, 当废纸一般随手丢, 全被拼膝捡回去, 小心珍藏, 结果, 楚怀青还没追上, 所有人都先把我俩当成闺蜜, 简直是千古其冤, 不过也不怪拼膝严控, 楚怀青那个时候还没有暴露损获的本性, 太具有迷惑性, 确实值得喜欢, 她俊逸出城, 广结好友, 出行总呼朋引伴, 行在街上, 若听到有人唱歌, 回首必能见她纵马而过, 笑容骄傲耀眼如烈羊, 全京城的少女, 谁没拿她当过春归梦里人, 但也只有拼膝一个昏了头, 她做了一辈子催大学士听话乖顺的好女儿, 唯一一次反抗她爹, 就是在楚怀青最落魄的时候, 义无反顾跟着她去了评粮, 我虽然不喜欢她, 但在这点上, 我佩服她, 胡贫点头道, 平良王这次要封的侧妃, 确实就是娘娘说的, 等等, 我打断她, 你说什么? 是侧妃, 不是正妃, 可不, 胡贫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 听说是因为平良王的利益子, 需要有个人照顾后宅, 本来是打算封正妃的, 但是崔小姐自己主动说, 只求侧妃, 不愧是胡贫, 轻而易举夺回了全场的关注,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我倒吸一口气,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俩人是同一个品种的大慈善家吧, 九年了, 没名没份在楚怀青身边空耗青春, 还要给她养儿子, 结果只求一个侧妃, 平息这招以退为进, 不是往后退, 是得往沟里退了呀, 我看不懂, 我大为震撼, 不过我虽然不懂, 但很好学, 我可以问, 毕竟中秋到了, 楚怀青已经和平息回到京城, 在宫外专程招待皇亲国妻的聚会楼歇脚, 真是绝了, 楚怀朝连王府都没给人准备的, 晚宴还没开始, 我在房里待得闷了, 出门散不透气, 边走边想事情, 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 哎哟, 这花, 这树, 这亭子, 这不是我把楚怀青灌醉之后这样那样的那地方吗, 那夜过后, 嫂子这两个字我是听不得了, 一听就要腿软, 如今过去这么久, 可花园的布置依然和九年前别无二致, 天上的云和月好似也不曾有过迁移, 就连站在亭边的那个人, 都像是同一位, 等等, 好像真的是楚怀青, 这混账玩意还是那么敏锐, 我刚抬脚, 他就转过身, 目光如电一样追了过来, 给我吓得脚一哆嗦, 他本一脸防备, 看到是我, 也愣了一下, 我趁机打量他一番, 还是有变化的, 凭凉苦寒的风沙磨去他年少时风锐的棱角, 为他增添几分沉稳持重, 身躯变得更高大了, 也更深不可测了, 嘴角似是刻出了锋利的纹路, 再也看不出潇洒轻狂的少年气, 不笑不说话时, 从沙场上磨出来的威严就透了出来, 夹杂着血气与冰冷的铁锈味, 只有那双眼睛, 在浓重的夜露中, 依旧亮如星辰, 还是能看出来他过得不算好的, 这我可就放心了。 楚怀青只是轻轻一笑, 年少时轻狂又欠揍的劲儿, 便穿透数年风尘, 飘飘然落回他身上, 这不是黄嫂吗? 看嫂子, 你容光焕发一如往昔, 想必和皇兄秦色和谐, 生活滋润, 辟得容光焕发, 我后槽牙磨得搭智响。 昨晚披折子披到凌晨, 黑眼圈能挂到下巴上, 糊了三层的粉才勉强遮住。 凭楚怀青的人脉, 能不知道楚怀朝一年换五个宠妃, 我这个皇后连室友都算不上。 啊, 这熟悉的阴阳怪气, 我立马反唇相击, 拱手道, 不如平良王封王开府, 喜货铃, 娇妻美眷, 在怀的三喜临门啊。 我们相视音音一笑, 和肃迪掐架多是一件美事, 可这个环境实在是让我有点作贼心虚。 想了又想, 我还是试探道, 今日盛会, 平良王不早早赴宴, 在这里发呆做什么? 楚怀青回身, 又看了他那个亭子, 语气有些玩味, 没什么, 本王偶然路过此处, 不过是回想起之前做过的一个梦, 于是驻足回味一番。 我愣了一下, 脑袋里轰的一声, 整个人都骂了。 什么梦? 梦什么? 那种不健康, 不纯洁, 不和谐的垃圾梦, 可不心瞎回味啊。 万一发现梦是真的怎么办? 我轻咳一声, 速速将这个危险话题转移开, 不知我们的好邻居达达, 最近情况如何。 楚怀青低笑了一声, 意味深长道, 老朋友身体康健, 精神得很啊。 他指的是达达的王子蓝图和大将阿鲁哈, 这二位的确是老朋友了。 还记得那是我们彼此争斗的那么多年里, 为数不多的一次合作。 早在先帝时期, 达达就已经起了不辰之心, 在一年进京朝贡的时候, 派出了年轻的蓝图和阿鲁哈。 他们二人被称为达达双雄, 一者智, 一者勇, 在草原所向披靡。 达达带来了牵头神郡, 但必须要先帝出二人和他们比试, 赢了才能将神郡奉上。 王子提出的比试内容十分变态, 他要一人同他比下棋, 一人同阿鲁哈比骑射。 马场为参赛者射二十个靶子, 但每人手中只有十剑, 要在骏马奔驰中射中靶子, 中靶多者胜。 与此同时, 一人射中一剑, 他的同伴才能落下一子, 最终以棋局合中靶树相合决胜负。 蓝图王子站在金鸾殿上, 神情巨傲, 一副料我们谁也不敢印下比试的表情。 他们就是摆明出风头来的, 要狠狠压我们这辈的年轻人一头。 满大殿的青年才俊面面相去, 没人感应。 比骑射, 有把握的人不少, 纯论下棋, 也多的是有胆和蓝图碰一碰的。 可蓝图提出的比试内容变态, 在要求参赛的两人拥有超强的默契, 能跟上另一个人的反应。 否则下棋的人不敢落子, 怕射箭的人射不中, 射箭的人不敢出手, 怕下棋的人还没想好, 只能互托后腿。 蓝图诡计得逞, 气焰更是嚣张, 仰起下巴就要开嘲讽, 说一些中原废物不过二的鬼话。 我那时可是太学最顶尖的学生之一, 当下就是一步跨出, 拱手道, 我愿意是, 有一人的声音和我同时响起, 我偏头一看, 楚怀清在我身侧出裂, 也正侧头看我。 说不清到不明的求胜欲在, 我胸中激荡, 彼此相识的瞬间, 已不自觉傲然一笑。 蓝图的下巴收回来一点, 他定定看了我们一眼, 哼了一声, 二位好胆识, 那就请吧, 这位小姐跟我来, 慢着, 我叫住他, 气定神仙, 谁说下棋的是我? 这位公子跟你走, 我要和阿鲁哈比一笔射箭。 楚怀清听了我的要求, 只是笑了一声, 没有发表异议, 撩了一下袍子, 走向蓝图。 倒是蓝图一愣, 看我的眼神中流露异色, 走下马场之前, 拼袭拉住我, 咬着下唇不说话。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 放心吧, 我们要是赢不了, 还有谁能赢? 对齐之地, 在马场一旁的高台上, 确保两方都可以看清彼此的动作。 为公平起见, 他们使用的是一局残棋, 黑子隐隐占据上风。 蓝图问楚怀清要执哪子, 楚怀清淡然道, 王子远来是客, 当执黑子为先。 达达王子没有推拒, 大笑一声辽居坐下, 殿下如此胸有成竹, 我也不好辜负你这番美意啊。 他二人的坐定就是一个信号, 我和阿鲁哈同时扬起马鞭, 侧马向前。 阿鲁哈不愧是生在马背上的草原汉子, 仰手便是一剑正中靶心, 我紧随其后一剑射出, 楚怀清的白子紧贴着蓝图落下。 马儿奔驰, 一个个靶子迅速来到面前, 我和阿鲁哈一剑接一剑不落空, 中靶声和骆子声连成一片, 转眼已是九合过去, 阿鲁哈射出第十剑, 十剑全部中靶。 蓝图落下他的最后一子, 眨眼黑子已相互勾连, 对白子紧包抄之势。 楚怀清没有伸手, 我看着第十个靶子从我面前过去, 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蓝图这战的用意明显, 他和阿鲁哈从小一同长大, 默契非常。 这次鄙视内容提出之前, 他们想必已经提前练习过不少回。 达达想先凭借着几乎变态的规则 吓退我们, 一旦有人应战, 蓝图就以这一手快棋, 在心理上碾压对手。 其实他的棋意真有多强? 不见得。 十字之内, 心智不坚者早已跟不上他的速度去思考, 丢亏弃甲了。 可十字之外, 胜负尤未可知。 不过这场鄙视的关键, 不再默契, 再自信。 第十一靶, 我策马放过, 一个又一个靶子在我面前错过, 满场寂静, 所有人都平住了呼吸。 楚怀清凝神思索, 蓝图王子的笑意几乎掩盖不住。 第十九靶, 还是错过。 赛道终点迎面扑来, 在胯下的马即将冲陷之刻, 我豁然转身, 身后五张靶子在一瞬间微妙重合, 我挽攻而射, 一箭五靶。 马蹄落地, 楚怀清白子落下, 断蓝图三路黑棋, 一子扭转颓势。 他拱手一笑, 不咸不淡, 在寂静的场中置地有声, 承让。 从头至尾, 我不曾回头看过楚怀清的进度, 楚怀清也不曾抬头看过 我出见。 我们唯一的交流, 只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目测了一眼马场, 对楚怀清说了一句, 起码从起点到终点, 共要半盏茶时间。 蓝图和阿鲁哈一脸愕然。 最终, 彼是以我十四把胜阿鲁哈十把, 楚怀清胜蓝图九子为终。 全场一片哗然, 气氛热闹喜庆, 阿鲁哈看了我半赏, 颓然低头, 姑娘胆大心细, 我心服口服。 我一手持功, 坦然受了他这句称赞。 我说了, 这场比试无需默契。 我相信以楚怀清的脑力, 给足时间, 最后一子定能破局。 楚怀清也相信, 我有足够的能力和胆破, 在最后一刻, 射出最后一箭。 我们不需要交流, 因为我们是对彼此最了解的宿敌。 诚然, 这比试规则漏洞百出, 能赢的办法很多。 九把之后, 我自可放马在场中散步换时间, 最后随便射一箭, 凑够十把, 同样能靠楚怀清胜子多获胜, 但我们偏不。 取巧的办法自损几股, 我们就是要赢得漂亮, 赢得嚣张。 对方敢用阳谋, 我天朝国威, 何不敢堂堂正正, 以利服人。 楚怀清笑着说, 献丑了, 如果是叶兰来下这局, 定不会像清这般捉襟见肘。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 这家伙果然是个祸害, 无论什么场合都得给我整点事情, 才舒服, 我又怎会落后他? 我当即接到, 叶兰丽有未待, 如果是二殿下来骑射, 二是把当街不落空。 我们摇摇对视, 互相假笑。 蓝图脸都绿了, 他敢说不信吗? 再来一场试试。 这当然是装逼, 但反正没人敢质疑, 那干嘛不装? 先帝抚恤大笑, 楚怀朝从小就病病歪歪, 坐在他下手观赛, 阴惨惨地看着楚怀青。 来自兄长的恶意, 是楚怀青自己的难题, 我耸肩一开眼睛。 我和楚怀青的表现, 让先帝很是高兴, 他宣布举办宴会, 为我们庆功, 并招待远道而来的打打使团, 蓝图和阿鲁哈受了大挫, 捏捏地站在一边。 我嫌宴会反闷, 登上高台吹风, 楚怀青静也在。 旗帜在风中烈烈, 他站在旗下, 看着远处山河。 正是晌午日光最烈的时刻, 可我竟觉得酷烈的日光都暗淡了。 我走到他身旁, 刚站定, 背后又有一人登上台阶, 是阿鲁哈。 他一直跟在蓝图王子身边, 不似王子的傲慢骄狂, 是个沉默如山的草原汉子, 此时却向我们拱手, 今日我和王子输了, 但来日未必。 我回到, 来日也是一样。 他看了我们一眼, 没有反驳, 身上那股沉默却笃定的自信, 却反而更胜, 转头走下去, 回到他的王子身边了。 不愧是达达双雄, 不是简单的人物啊。 我正有感慨, 转头想同楚怀青讲, 却看到他正在看着我。 那样灼灼的目光, 能令日月失色。 他凯然叹道, 若我登基, 若你登基, 如何? 我下意识问道。 他日金鸾殿上, 必留一席带君。 心脏狠狠鼓躁, 喂他, 喂这句话。 我信了, 若能做本朝第一位女像, 该是何等快一豪迈之事。 可惜后面的事, 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登基, 没有实现他的承诺。 但我还是站上了金鸾殿, 用我自己的办法。 依稀还是同样的站姿, 他在亭前复首, 问我, 皇后摄数如今上在否? 我反问, 王爷奇数如今安在否? 我受困深宫, 为争权逐利耗费心机, 在没有上校场的空闲。 他坐镇西北, 镇摄达鲁, 又上哪里寻可堪陪他下棋的人? 到底是山河一变, 金不如稀了? 思绪回到眼前。 达达当年受挫之后, 并未掩齐西谷, 而是养精蓄锐。 听闻现在已经是蓝土掌权, 此人狼子野心, 多致近妖, 草原在他的把控下, 一直对我国疆域虎视眈眈。 楚怀清驻守平粮十年, 可不是去度假的。 据探子回报, 今年水草贫瘠, 粮食匮乏。 入秋之后, 达达会有一波大动作, 全力攻打西北, 以战养民。 我想要兵, 皇兄肯给吗? 怎么可能给? 他当我是谁? 我可是皇后, 不管心里再怎么嫌弃, 屁股都得老老实实 跟楚怀朝做一个板凳。 草原太远, 楚怀朝压根不把达达当回事。 他只在乎他的老对手 是不是亡他之心不死, 想拥兵自重。 我虽然插手朝政, 但也只是代理, 敢替楚怀清说情, 叶家满门的脑袋 都不够陪我掉的。 我想了想, 假模假样的龙袖, 哎呀, 确实是很危急的情况。 不过, 王爷勇武过人, 志气百出, 相信这点小困难 一定不会打倒你, 带凭了达达之祸, 陛下绝不会亏待你的, 加油! 没兵, 没钱, 但是有很多饼, 画, 都可以画。 楚怀清被我噎到, 脸瞬间清了, 我假装看一眼天色, 时候不早, 本宫要回去主持宴会, 王爷赏花, 也注意一下时间, 别让陛下等太久。 说完转身就撤, 我也没办法呀, 到底手上握得不是实拳, 看似风光, 实则受制于人。 则, 回到宴会席上, 人已经来得七七八八。 楚怀朝冷笑, 意味深长道, 皇后真是姗姗来迟, 朕还以为你是去见故人了呢。 啊, 我扫了一眼楚怀清空着的座位, 不是吧, 不是吧, 这都能怀疑到我头上, 而且居然还怀疑对了。 轻咳一声, 我装傻, 臣妾方才有些憋闷, 出去透了透气。 没误什么事儿吧。 楚怀朝还没来得及说话, 被门口的太监唱名打断, 评量王道, 他是和平夕一起进来的。 大概他见她迟迟没来, 于是出去寻了。 俊男美女站在一起, 向楚怀朝请安, 像画出来的一双碧人, 还怪养眼。 楚怀朝的脸色, 这才好了一点。 宫灯灼灼, 点亮夜色, 美酒佳肴如流水般, 在席上流转。 我老老实实坐在上手扮演吉祥物, 只带着无聊的宴席快快结束。 想不到还是出了岔子。 酒过三旬, 楚容站起来向他父皇敬酒, 敬完还不坐回去, 说写了篇文章要送给父皇。 楚怀朝听了很高兴, 让他念, 结果楚容一抖袖子, 洋洋洒洒念了一柱香功夫的宋中秋。 期间引经据典, 一股丝巾, 狠狠夸了一番陛下的英明领导, 念了一半话风一转, 谈起西北戎人, 骚扰边境百姓, 犯我国威云云, 实属八股文之典范。 既拍了皇上马屁, 又关注国际民生, 委婉劝戒。 楚容啊, 你可真是妈妈的好蛋, 你马屁往马腿上拍啊。 更恐怖的是, 他这篇文章里夸人的词, 还有一大半是从楚怀清以前的文章里抄的。 写文章正不走心好吗? 念之前为什么不来找妈妈审一下稿子, 都是我书房那堆书搞坏的事。 楚怀清抬起头仔细观察楚容, 楚怀朝黑了脸, 他最忌讳别人把手伸到军队上, 就算是亲儿子也不行。 区区一个草原部落算什么, 不过就是马贼而已, 他又看我一眼, 猜忌已经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你,我还没来得及打圆场, 另一阵惊呼又响起来了, 娘娘, 娘娘, 您没事吧? 太医, 快宣太医, 左侧席上一片忙乱, 胡平晕过去了, 我额头突突地跳, 赶忙差人将他扶到后殿歇息。 席间暗潮汹涌的危机, 被这场突发情况打断, 太医匆匆赶来, 兵荒马乱之后, 老太医俯着胡子道, 恭喜陛下, 恭喜娘娘, 胡平有喜了, 家宴在鸡飞狗跳中, 匆匆落下帷幕, 中秋之后, 楚怀清一天都没有多呆, 带着平夕回平凉了, 说是等回去之后, 再办册封一事。 我奇怪, 怎么不在京里一起办, 打听过才知道, 原来平夕在公宴上, 私下找过崔夫人, 想和家里重修就好, 结果不知哪句话说得不好, 和崔夫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她提了东西想上门, 崔夫大门紧闭, 拒绝让她进入。 崔夫摆明了没有认回她的意思, 谁家女儿出嫁的时候, 甚至不能从自己家里出发。 说出去都是难堪, 还不如回平凉, 好过再当一次别人的谈资。 不过嘛, 有热闹不凑, 我就不信业了。 我的两个老朋友办喜事, 不一丝一丝多说不过去, 我给他们备了一份厚礼, 足足用了百辆马车才装下, 队伍绵延树里。 我让他们一路敲锣打鼓, 从京城慢慢送到平梁去, 估计等送到的时候, 差不多也就能比喜宴结束晚个几十天吧。 别怪我怠慢, 我暂时疼不出手, 给楚怀青天更大的赌。 胡平还挺着个肚子, 在我跟前晃悠着呢。 哦,不, 现在该叫胡飞了。 胡飞这一晕, 晕出一个躺营。 他刚睁开眼, 楚怀朝风飞的旨意 就递到了他眼皮底下。 这可是楚怀朝这么多年来, 在荣儿之后的第二个孩子, 意义非凡。 是的, 以楚怀朝在后宫之中的勤勉耕耘, 这么多年都没别的孩子, 真的让人很难不怀疑他, 是不是不行。 多亏胡飞为他洗刷了这番冤屈。 这可是大功一见, 胡飞的待遇水涨船高, 自他怀孕以来, 楚怀朝的赏赐流水一样, 进了他的宫里, 闲暇时间更是时时都同胡飞在一起, 平安末三天一小请, 五天一大请, 别提多重视。 我的处境一下子微妙了起来, 毕竟胡飞请安的时候, 都敢跟我说想知道 未安宫住起来是什么感觉了。 他的孩子生出来, 但凡是带把的, 我和我儿子都得收拾东西, 给他让位子。 有时候人倒霉起来, 喝凉水都塞呀。 不出一个月, 早上起来上朝时, 势力的禁军也换了面孔。 我问他, 郑统领去哪里了? 那禁军头领向我行了一礼, 硬邦邦道, 郑统领调职了。 卑职王朔, 是新任的禁军统领。 王朔是博州人士, 身家清白, 从一届草根一步步升上来的, 是楚怀朝最信任的那种没有根底的人, 能放心为他所用。 他正在一点点将周围的人都换成是他自己的人。 早朝上, 平良发来战报, 说达达正是起兵向我朝宣战。 对方出奇之胜, 以起兵快攻, 不出一旬就迅速占领边境五城。 楚怀清上表, 请求朝廷支援兵力和粮草。 楚怀朝一脸阴质, 笑着说, 年初才批过一批粮草, 怎么会不够呢? 年初才批的, 这都几月了, 怎么可能够? 他就是故意使绊子, 放在平时也就算了, 可战争毕竟不事儿戏, 我不得不开口说情, 达达乃勇牧民族, 多骑兵。 平良驻兵以步兵为主, 队上达达有劣势, 楚怀朝打断我, 达达不过一个人口堪堪过万的小族, 能有多大战斗力? 平良守军三万足矣, 正记得现在平良登记再测的兵马有五万, 再采两万元, 调回京城, 达达人口刚过万是哪年的老皇历? 而且草原民风强悍, 连老太太上了马都比楚怀朝能打。 这么多年过去, 蓝图历经图治, 休养生息, 谁知道达达在他的控制下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 不知缘就算了, 还采兵? 疯了吧, 他把自己玩死无所谓, 可是我还在他的贼船上啊, 我才不想陪他死。 楚怀朝被我提醒道, 看了看我爹, 叶将军今年也到了知天命之年, 劳苦功高, 为我朝做出了多年贡献, 朕体恤爱卿辛苦, 特许你告老还乡。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把军权交上来吧。 老爷子当场就猛了, 但他不愧是见过大事面的, 总算反应过来行。 再下一步干嘛? 该让我回魏阳宫, 老老实实关禁闭了。 楚怀朝简直按纳不住眼中的兴奋, 皇后这么多年也辛苦了, 这几日回宫好好歇息吧, 不用来上朝了。 我咬牙切齿地挤出一个笑, 楚怀朝, 听我说, 我真的谢谢你。 变天了。 从那天起, 进军换了一批人马, 我父亲辞官, 我禁足未央功不得出。 我原本身的老长的手脚都被楚怀朝斩断, 幸好耳目还在, 能让侍女青红替我探听外面的消息。 胡飞代掌六宫, 正是春风得意时。 前朝楚怀朝换了一批又一批官员, 浮起来的全是便于他拿捏的贫寒世子, 朝堂已全是他的天下。 荣儿替我向楚怀朝求情, 反被狠骂一通。 他是我连累, 被楚怀朝勒令反省三个月, 无事不得外出。 原来如此, 早说过他多疑敏感还自大, 看来是看我不顺眼很久了。 如今一举铲除我的党羽, 他想必很开心。 可是楚怀朝, 我同样说过, 你真以为有能力的是你自己吗? 替你出谋划策, 替你维持了这么多年统治的事, 你爹为你准备的忠心老臣, 是我们这些看重国际民生, 而不是一心玩弄权术的人。 若不是怕你乱来搞得民不聊生, 我何苦非要争权, 可我心里再极有什么用, 我在这里无能狂怒, 反倒顺了他的意, 被禁足的这些日子里, 我还听说了一件事。 青红悄悄告诉我, 他打听到了平良王取飞的内幕。 之前说平良王有了儿子, 原来那是楚怀清副官夫妻的孩子, 孩子母亲难产去世, 副官又阵亡在战场上。 楚怀清可怜这孩子年幼, 就没了双亲, 毕竟是跟了他十年的兄弟的姨父子, 他便将孩子收养在自己身边。 为了能照顾孩子, 才打算取平夕过门。 青红会声会色讲故事的时候, 我正在盘佛珠, 闻眼手指颤了一下, 我低下头端向一个个圆润如意的木珠。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 其实他不曾被平夕常年的陪伴打动, 不曾同别人有过孩子, 让我产生一些无畏的幻想, 生出或许他也曾喜欢过我的忘年。 可是这没有意义, 太迟了, 每天我都让青红替我读军报。 达达步步紧逼, 军队兵临城下, 楚怀清被迫缩紧防线, 以有限的兵力勉强抵挡达达骑兵, 一波又一波地充施。 攻势如同浪潮, 小小的平凉城如一夜偏周, 虽然还在辛苦地坚守, 但很难说会不会在下一季中倒塌。 更糟糕的是, 城中的粮草快要耗尽了。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让青红不必再念, 不需要再听, 我知道楚怀清圣局已定。 近日, 我被禁足在小小的巫室内, 无事可做, 却正好多了很多思考的余暇。 我用这些时间, 回忆了曾经的时光, 思考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楚怀清的。 学堂初见, 我说这人怎么这么臭屁, 看不惯他被众星拱月的样子, 于是处处都要和他争个高下。 叫场红旗之下, 我们方才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并肩站于高台, 立下海内敬平, 国泰民安的宏愿。 现在想来, 那时的争锋相对, 在年少轻狂的不服输之外, 我非常没有抱着想引起他注意的心思。 泰学里什么都教, 但不是每一科都有人学。 譬如兵法, 因为泰难的缘故, 旁人都不爱听, 只有我和楚怀清比过了君子六亿也难分伯仲, 为了压对方一头硬生生啃起兵书。 泰学中负责这项课程的正是我爹, 他向来一视同仁, 从不会因为我是他女儿而放宽要求。 我们的用兵之法, 都是我爹亲传的。 那是在沙场上磨砺出来的经验啊。 善战者, 骑士险, 骑节短, 势敌已弱, 瞒天过海。 楚怀清最擅长这点, 下骑士, 用兵更是。 一旦看起来已经陷入绝境, 就是他反败为胜的开始。 他让军队节节败退, 送出边境五城给达达, 等敌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一路深入腹地, 追到平梁。 达达骑兵被诱出了草原, 离开了自己最有优势的地形, 他们的不及本就不足, 速战速决可以, 一旦陷入持久战, 就会出现颓势。 战场的事已经到了楚怀清这边, 唯一的担忧就是后续的粮草了。 但这更不是问题, 因为我送给他们一份厚礼, 绵延树里的车队拉的, 不是零罗绸缎, 金银珠宝, 而是粮草。 我花了不小的力气, 才用私产凑出了这么多不及, 戒贺里的名义满天过海, 送达前线。 算算日子, 该到了。 刚送出这波物资, 我爹就被夺了兵权, 我就被进了足。 所以说, 楚怀清真是有天运在身, 不需要我的担心。 反倒是我自己, 处境更危险一些。 我已经听见了宫外传来铁甲摩擦的声音。 脚步声响起, 我静静攥着手里的猪串, 看着楚怀朝向我走来。 楚怀朝先天不足, 从小身体就虚弱。 楚怀清在前朝和太学大放异彩的时候, 他从来都像一道阴沉的影。 谁也不知道, 黑暗里能孕育出来多大的恶意。 他从阴影中走出, 周身阴郁诡诀的气势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 禁军已经离三层外三层将这里包围起来。 铺垫了这么久, 今天是他收网的时刻了。 楚怀朝眯起眼, 一副假惺惺怀念过去的表情。 叶兰, 你知道吗, 当年是我主动向父皇求取你的, 我的眼神定在他脸上。 他张开双臂, 肢体语言一满浮夸的恶毒, 每次看到楚怀清出风头, 我都想吐。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争。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他的皇位是我的, 他的女人也是我的, 连他的命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该不该告诉他, 他严重低估了楚怀清。 女人算得了什么? 他怎么会在乎我是不是嫁给楚怀朝? 叶兰, 这几个月禁足的日子不好过吧? 晚上睡得好吗? 是不是怕到瑟瑟发抖啊? 是不是想不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呀? 西北战局已定, 楚怀清晦老老实实死在平凉, 然后朕将出马平定边赛。 念在你我夫妻一场, 朕给你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 把朕伺候好了, 朕能饶你一命也说不定。 至于楚龙, 朕没兴趣知道他是谁的野种, 勉强赐他一个全尸, 他兴奋得喋喋不休, 被我冷不防出声打断, 你怎么确定楚龙不是你亲生的儿子? 楚怀潮愣了一下, 脸上肌肉一抽, 我笑了,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不行啊。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 夜兰,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拍了拍裙脚站起身, 轻快地说, 楚怀潮, 胡飞的孩子都还没生出来, 你就迫不及待了。 这么想听故事, 我给你讲啊。 不说话的人换成了他。 我上前一步, 恶意满满道, 没错, 荣儿是楚怀青的儿子。 就在你登基的第一年中秋, 你为了显示宽厚照他回京过节的时候, 我在你眼皮子底下和他苟合。 你这个让女人怀不了孕的废物, 胡飞的孩子怎么来的? 你为了扳倒我, 亲自去找别的男人给你带绿帽? 被我说中, 楚怀朝脸上肌肉跳动, 神色激进猙獰, 你找死。 我哈哈大笑, 你怎么想的呀? 荣儿再怎么说, 也是你血脉相连的侄子, 胡飞的孩子是什么? 你想把你的皇位拱手送给谁? 来人,来人, 楚怀朝暴跳如雷, 歇斯底里地怒吼, 把这个胡言乱语的丰富给朕关进天牢, 王统领带领进军冲进室内, 将我们团团围住, 却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楚怀朝愣了一下, 怒火凝固, 他脸色慢慢白了。 我轻轻整理袖口, 慢条丝里地说, 传本公口谕, 陛下不慎摔伤了脑袋, 说不了话, 做不了事, 要在宫中好, 好, 休, 养, 即日起, 谁也不见。 是, 王统领向我行礼。 你, 你想造反, 楚怀朝难以置信地瞪着王统领, 可惜王硕目不斜视, 将他双手反简支柱。 我躲到他面前, 看他气得都快被过去了, 于是善良地为他解答疑惑, 的确, 寒门世子没有根基, 不会被我轻易收买。 可是你在用王硕之前, 为什么不多查一查他的底? 你只知道他是博州人士, 无父无母, 怎么不查一下十几年前博州大汉, 是谁施舍了王硕一碗博州, 又是谁资助他一路成人, 讨取功名。 当年我跌路欲恶地昏迷过去的王硕时, 只是想到家中的女儿, 觉得这个年轻人十分可怜, 于是救了他一命, 年年资助他生活, 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回报。 没想到王硕当真, 博出一番事业, 只是还没来得及报恩, 救命恩人先被楚怀朝拔了官帽。 我是真的很感谢楚怀朝。 我对他说, 你以为我也一点准备都不做吗? 你自以为提拔世子, 就是给了他们恩惠, 可是几年前闽州洪灾的时候, 你在哪里? 不眠不休花几个月时间正在祭贫的是我, 更改科举制度, 推广献学, 让寒门世子有更多机会走进朝堂的也是我, 他们的眼睛可都看着了。 我爹他老人家, 一心为楚家人办事, 有他在, 我想谋朝篡位, 他会第一个站出来烦我, 多谢你让他这么早退休, 他的旧步如今才能为我所用。 我走出房间, 从袖子里拿出一只鸣笛, 朝天空发射, 尖锐的哨声冲天而起。 宫门外伺机待命的军队听令集结, 随时可以接管京城。 楚怀朝壮弱疯癫, 朝我大喊, 夜兰, 你这贱人, 毒妇, 你不得好死。 疾风掀起我的群居, 卷起红色的宫蔓, 在空中如旗帜般飞舞, 乌云在头顶汇聚, 暴雨将至。 我副手道, 也要谢谢你财兵扣粮, 削减了楚怀清的实力。 本宫定不负你赠的这场造化, 如今这大好河山, 该改换新天了。 这场宫便比我预计中, 更快落下帷幕。 也许是被我武力震慑, 也许是楚怀朝平时犯的众怒太大, 我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就顺利控制了尽忠。 倒是胡飞趁乱逃出宫, 等我发现的时候, 连人影都没了。 他可真够机灵的。 不过没关系, 我用脚也能猜出来他会去的。 第二日, 我一个人出现在朝堂之上, 满朝文武, 没有一个人脸上表现出异色。 都是聪明人, 我挑了挑眉毛。 楚怀清和我心有灵犀, 在我发动宫便软禁楚怀朝的同一天, 他开了城门, 又打打大军进入平凉城中巷战。 骑兵被早有防备的守军杀得丢盔弃甲, 阿鲁哈被斩, 蓝图丢了一臂逃回草原, 听说性情大变, 殷勤不定。 打打自此一蹶不振, 我朝边境无律矣。 我请回了被楚怀朝换掉的老臣, 他们多是站在我这边的人, 都很好用。 但我同样也听到文人默克 与豪强氏族骂我的声音, 说我心术不正, 蛇心心肠, 故意囚禁皇帝, 好自己把持朝政。 骂就骂吧, 毕竟他们说的都对, 我并没有废去楚怀朝的皇位, 局势未稳, 还没到改其意志的好时机。 楚怀朝没被我气死, 不过也已经半疯了, 据说神志不清, 每日披头散发, 在房间里乱涂乱画, 变着花样诅咒我下地狱, 无所谓, 只要他暂时别死就行, 我还不想这么早改称哀家。 而且妈, 我在等, 等楚怀清造反, 皇帝遭求, 妖后弄拳, 多好的理由和机会。 他不趁机举起反旗, 都对不起我和他斗的这么些年。 我心悦的人怎么会是耸包, 是我心有不愤, 才故意污蔑于他。 他是卧心尝胆的野心家, 韬光养晦的真龙天子。 一朝龙困浅滩, 如今历尽艰险, 只要铲除了我这最后一道关卡, 自然便可飞龙在天。 半个月之后, 我等得另一个人也到了。 胡飞现身平凉, 投诚楚怀清, 主动揭露了楚怀朝先天有缺的秘密, 直言荣儿的身世不清不楚, 我这皇后代掌朝政不伦不类。 好家伙, 一旦机起千层浪, 理由送上门来, 楚怀清当场就拍着桌子反了, 带着军队一路往京城打, 扬言要清军策。 沿途世家豪族多有响应, 又是送兵, 又是送钱。 要不怎么说胡飞机灵呢, 他可是审时夺势的一把好手。 也不怪楚怀清, 当年向着他的臣子, 在朝中可是占了太半。 这些人时隔多年, 依旧忠于救主, 我这边被指来路不正, 千载难逢的良机, 他不反, 他手下人架着他都要反。 楚怀清名声好, 又刚成为抗击打打的英雄,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若能助他顺利登基, 中坚能得的好处可大了去。 为了这番天时地利人和, 他也谋划了很多年。 埋子千里, 图穷笔现。 早朝上, 有人拿着荣儿的绅士问到我跟前。 我冷冷一笑, 傲然道, 本宫自己生的儿子, 本宫心里不清楚。 太子的身体里流着皇家的血, 本宫敢说, 你敢不信吗? 他当然不敢, 没有人敢。 此言即出, 便是本宫的态度。 我要明着和楚怀青打擂台。 也许是人老了, 近日, 我越来越多地回忆起年少时光。 我和楚怀青都是朋友很多的那种人, 有时会呼朋隐伴, 相约一同踏青交友。 记忆中有李家的公子, 赵家的儿郎等许多人。 有次在山中畅谈直至深夜, 明月悬于山谷正中, 恰逢十六, 其盈如盘。 那时年少轻狂, 找尽一切机会庄样。 楚怀青拔剑起舞, 李家公子积极而歌, 剑势扫落深秋黄叶, 气走游龙, 在空中画出凌厉的风。 几番起落, 剑尖稳稳停在我面前酒杯之上。 我仿佛看见一节月光被他裁断, 倾倒于我杯中。 他伸手一指, 洒然一笑, 赠耳一杯月, 请。 李家公子如今官至利部侍郎, 前些天也来找我辞官。 我劝他留下来, 他摇了摇头, 苦笑道, 你和二殿下都是我最佩服的人, 无论是谁都值得我追随一生。 但我做不到站在你们任何一方阵营, 去与另一方为敌。 我哑口无言, 他深深一败, 对不起。 新年诸多同窗, 都以相似的借口找我退出。 我理解他们, 都曾是真心相交的朋友, 到底不愿走到拔剑相对, 反目成仇的地步。 过去的回忆总在我眼前回闪, 好奇怪, 怎么近视十年以前的模样。 也对, 自那年睽违至今, 我与他不过剩下匆匆两次照面。 说白了, 除了每月探子回报来的冰冷墨字, 我并不能知道他这十年是怎样过的。 如今的他有何改变, 我也并无把握。 平息有十打十的陪伴, 他比我强。 我开始频繁带着荣儿上朝, 教他处理正事, 让他尽快成长起来。 他的见解令我欣慰, 思路虽上显稚嫩, 但隐隐有了手腕坚决之风, 处世又不失人后。 可我还是经常骂他。 我总嫌他太慢太慢, 我怕来不及教他更多。 荣儿好听话, 有时他也会害怕, 悄悄地问我, 母后, 他们都说我不是父皇的孩子。 我不骗他, 不是。 你会不会难过? 荣儿摇头, 我不难过父皇不是我爹, 可我难过我不是父皇的儿子。 我忍俊不禁。 荣儿的意思是, 楚怀朝烂人一个, 不配给他当爹, 但他不是皇帝的儿子, 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 我心底软成一片, 抱着他低声哄, 不过娘没骗你, 你就是楚家的孩子。 答应娘一件事好不好? 假如有一天娘不在了, 你要叫杀了娘的那个人一声跌。 他没答应我, 他吓哭了, 红小孩真的好麻烦, 荣儿被我吓得从那天起, 跟我寸步不离, 半夜都哭着找阿娘。 难搞, 我只是觉得, 荣儿怎么也能算处怀青的长子, 以他的心胸和荣儿的自治, 他不仅不会把荣儿怎么样, 还会轻力培养的。 我没有为自己做打算, 也没准备做打算。 孤立无援地支撑住风雨飘摇的江山十年, 你知道这有多辛苦吗? 我不觉得享受, 我只觉得煎熬。 自从楚怀朝这个最大的蛀虫被我彻底扳倒, 一直撑住我的一口气便好像突然散了。 疲惫和无趣如潮水般席卷。 我厌倦了勾心斗角, 不愿再撑这张游刃有余的假面。 我不想再装豁达, 不想再操着数不清的心, 还要提防从背后赐来的冷剑。 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梦里反复都是新年的遗憾, 一遍遍坐着轿子过长街, 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我也曾是明媚少女, 年少不知愁滋味, 在大好春光中蔫花一笑。 而今十年江湖老, 空腹取江花。 如果不是因为你选择先放弃内斗, 去评良解决打打隐患, 我又何苦独留金钟, 替你守了这么久。 我很累了, 你快些来吧, 拿回你家的江山。 无论结局如何, 我都想等一个解脱。 楚怀清的大军一路气势如虹, 直取王都。 无论我和他怎么打, 死伤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子民。 我想避免无谓的伤亡, 借着对他用兵之道的熟悉, 表面上同他打得有来有回, 实则避其锋芒, 且战且退, 由他一路打来了京郊。 濒临城下那天, 我独自一人登上城门外的雀楼。 荣儿哭闹不休, 我狠了狠心, 叫王硕把他锁进侧殿。 乌泱泱的大军压境, 他们声势浩大, 众望所归, 气氛肃杀凝重。 楚怀清治军很有一手, 看着另行禁止的军迹, 真让人羡慕。 高处的风有些冷, 我裹紧披风, 见六军阵前有一人一起跃众而出, 直向雀楼而来。 他动了, 于是没有人敢再动, 一丝笑意挂上我的嘴角。 故人风姿依旧, 写九万里风尘仆仆, 前来杀我。 他翻身下马, 我看着他按着腰间配剑, 一步一步踏上雀楼, 每一步都踏得坚定, 似有冷铁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光滑内蕴的眼, 直挺的鼻, 紧敏的薄唇一点点出现在我眼前, 直到铁靴踏上最后一级台阶。 楚怀清右手轻轻一动, 似要搭上剑柄, 薄唇清起。 我踏前一步, 抢先开口, 我有一句话要说, 楚容是你儿子, 他凝固了。 我趁热打铁, 吸了一口气, 快速到, 那不是做梦。 九年前御花园的凉亭, 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 荣儿是你的长子, 他是无辜的, 你不能伤他。 我越说越不爽, 好像有一股憋屈了很多年的无名之火冒出来。 啊, 反正已经死到临头, 风度这玩意儿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还要他干嘛。 想说什么就说吧, 死要做一个爽似鬼。 我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他鼻子, 你个耸祸。 老娘不爽你很久了你知不知道?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骂过节。 明明是我先来的, 我先和你订的婚, 结果你被别人截胡, 一个屁都没放就走了。 老娘生儿子, 痛得死去活来, 你在外面也得很开心啊。 还找了一帮人来打我, 你以为皇位这破玩意儿我稀罕? 我呸, 烫手山芋, 拿走吧你。 我知道我在无理取闹, 我生下荣儿是因为皇后需要一个儿子, 和他其实并没有关系, 他也毫不知情。 可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身外之物都已经没有意义。 我就是很想直面自己的卑劣, 承认自己就是虚伪, 要在算计中掺杂真心。 楚怀清终于回过神来。 他问, 说完了? 我虚了口气, 豪情万丈地点头, 说完了, 你动手吧。 他点了点头, 右手拔剑, 一道寒光煞时向我, 他嘴角突然一勾, 我下意识背后一两。 非常熟悉的笑容, 经常出现在很多场合。 比如, 打马球即将冲破我的防守得分时, 夏威奇面对我的围追堵截, 一子扭转乾坤时, 又想到什么出风头的主意时, 总之, 每次他出现这个表情, 都一定会整出一些让我措手不及的幺蛾子。 那道寒光并没有落在我的脖梗, 而是停在他的手心。 他双手将宝剑平举, 给我, 给我跪了, 啊。 楚怀清单膝跪地, 扬声道, 陈此番进京, 一路斩杀意图谋反之徒, 共一十九人, 逆贼头颅皆在此, 请娘娘过目。 什么? 我还没回过神, 他已经起身收剑。 我代表皇帝, 所以他方才行了藩王面圣的礼节。 一路上试图给他送兵送钱, 怂恿他造反的好强, 都被他砍了。 十九枚人头一字排开, 其中还有老熟人胡飞, 面目各异的脸上凝固着同一种猛逼。 我也猛逼。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皇位楚怀清一定是要的, 但他不想留下一个逼宫的恶名, 所以一边干着逼宫的事儿, 一边把闹得最凶的人砍了, 说自己其实是个好人。 赶明儿再一个不小心把我也砍了, 他正好含泪称帝。 虽然都是一样的结果, 可他这个操作, 是给自己找麻烦呀? 我不理解。 他和他的部下拉着我, 悠哉悠哉进了城。 回到宫中, 我拆下侧垫门上的铁链, 荣儿扑出来, 表情居然还挺冷静的, 对着楚怀清就准备喊, 嘴张了一半, 看见我, 又停住了。 毕竟他答应我的是在我死后认爹, 没想到我还好端端活着, 那这个爹还认不认。 楚怀清板起脸, 仔细打量荣儿, 把荣儿看得浑身紧绷, 才一笑舒缓了眉目, 不叫我一声吗? 荣儿偷偷看我, 我气若油丝地摆手, 叫吧叫吧, 荣儿便试探着叫了一句, 爹。 楚怀清本来还是笑着的, 听到这声却又顿了一下, 吸了口气, 笑容在脸上一手。 荣儿不知道怎么就把他惹得板了脸, 缩着脖子, 不敢再吭声。 我不想知道楚怀清在抽哪门子疯, 我还能直立行走, 已经是生命的奇迹了。 我没死, 但我死去的羞耻心突然复活, 并开始疯狂攻击我。 我刚刚都说了些什么? 我怎么什么话都敢说? 啊, 我还不如死了。 这就是你的诡计嘛, 楚怀清。 不知不觉间, 我们已经来到金蓝殿前, 周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楚怀清抬脚走了进去, 我跟在他身侧。 这里往常总是站满了人, 今日情况特殊, 连宫女也不敢靠近我们周围。 大殿正中的龙椅高高在上, 金光璀璨, 楚怀清仰头看着他, 感慨道, 终于, 我以为他要走上去坐下, 他却回过头来, 抬手将我抵在墙上。 他紧紧地盯着我, 猴杰上下滚动, 容儿真的是我儿子吗? 救命啊, 要不还是给我个痛快吧, 我真没法做人啊, 我好像一个变态啊。 我生无可恋地说是, 他很短促地哼笑了一声, 又问, 你喜欢我? 我绝望地闭一眼, 豁出去点了点头, 然后他撑不住了似的, 低下头抵在我肩上, 紧紧抱住了我。 他靠着我, 我靠着墙, 滚烫的鼻息扑在我的颈尖, 皮肤上似乎感受到一丝失忆。 我听见他低哑的声音, 叶兰, 对不起, 从第一次见你, 我就喜欢你。 小时候不敢告诉你, 放任你喝之后, 就也没有了说的资格。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眼睁睁看着你的喜交 抬过我面前, 去硬生生按住自己冲上去, 将你拽下来的冲动。 我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 不过是单相思, 时间越久越不敢去想你, 也喜欢我的可能。 对不起, 让你一个人坚持了这么久。 你说得对, 我是可耻的胆小鬼。 我来迟了, 你还愿不愿意, 再给我一个机会。 他的怀抱用力到几乎将我泪入骨血, 垫脚常年点燃的龙咸香云雾缭绕, 凉凉的白烟环过我们, 又向远方飘散。 透过半开的店门, 我望见一壁如洗的苍穹。 抬起手, 我越过他的肩膀按住眼睛, 不知是哭是笑, 你来得好吃啊, 幸好还来得及。 我愿意, 都这么大年纪了, 在用来干正式的金鸾店里, 抱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点小罪恶。 淡爽。 虽然互相说了很多道歉的话, 仿佛彼此错过了整整十年时光, 可我们都清楚, 就算退回十年之前再来一次, 我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楚怀清一定不会正面同先帝 与楚怀朝对上, 与天子作对, 消耗自身实力, 实在是不治之选, 暂且退让令寻良机, 才是上策。 我问他, 当时怎么决定去评良? 他懒着我说, 如果放任草原湖蛮做大, 真打起来, 叶将军年余五十, 还是少不得要披挂上阵。 怎么能让我未来老丈人面临这种危机, 得把威胁掐死在摇篮里? 之前我们一起说话, 一个赛一个手里, 最少也要离个三不远。 可自从说开之后, 他就变得异常年人。 不管再干什么, 都一定要和我贴在一起, 有身体接触才行。 倒不是说我抗拒, 我超享受的。 楚怀清去评良是必然选择, 他本也可以在我成亲前来, 找我私奔。 他没有来过, 我也不会答应。 抛下一切牵挂, 相伴纵马天涯的生活, 谁都梦寐以求, 但也只适合在梦里求。 我不可能有楚怀朝一人乱来。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楚怀清走了, 我一定会留下来。 有时候也恼自己, 为何这般理性, 像平息那样, 做个性情中人多好。 怪我们彼此太过了解, 所以很多话不用说, 也不必说, 对方会有的反应, 早已在预料之中。 唯一没把握的是, 大概就是担心对方会不会恨自己。 好在兜兜转转, 阴错阳差, 终究是好结果。 历代遭逢动乱, 定会血流成河, 生灵涂炭, 结果这次就这样诡异地平息下来了。 过了几天, 朝中秩序恢复正常, 上朝时我和楚怀清一同出现, 大臣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居然还有人在抹眼角。 说的就是林太傅, 他都快当上五朝元老了, 侥幸躲过楚怀朝的才人, 居然还这么多愁善感。 不过也不能怪他老人家, 毕竟楚怀清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之一哈, 胜负欲可不能丢。 礼部开始策划新皇的登基仪式, 原本楚怀朝后宫中的女眷, 纷纷被遣散回家。 楚怀清去看过楚怀朝一次, 他已经不大任的人了, 也不打理虚发, 整个人都是乱糟糟的一团。 他对着楚怀清黑黑地笑, 忽然手舞足蹈怪叫, 楚怀清死了。 哈哈哈哈, 你们都夸二弟优秀, 但朕才是真龙天子, 朕才是天命所归。 我站在门口, 拢着袖子对楚怀清远远地说, 早都傻了, 已经没办法交流了, 还有什么好看的。 他没有回答, 站在原地定定看了一会儿, 楚怀朝无神的双眼, 半赏才叹了口气。 是没什么好看的了, 你给他下了什么猛药, 把人整成这样, 也不给我留点报复机会。 我耸了耸肩, 楚怀朝对着楚怀清, 嘻嘻哈哈怪笑了一会儿, 转身拿起笔, 在墙上乱图乱画起来, 又不搭理人了。 不管他想捅楚怀朝算什么总账, 对着一个疯子, 过去的那些都已经没办法再追讨。 只不过前半生的大麻烦忽然就这样解决, 多少还是会感到怅然。 像积攒了很多年的情绪, 忽然就这么谢了。 我陪着楚怀清散步, 任由他在一边发呆, 直走到月上中天, 繁星点点, 遥远的宫灯, 排成一条断序的线, 他抓住我的手。 我回头, 对上楚怀清散是我的眼, 他说, 下个月我登基, 你什么时候履行婚约嫁给我? 他明明能以赡养兄长妻儿的名义, 将我留在宫中, 收养荣儿, 用这样的方式堵住悠悠众口, 保全名声, 彼此相守也能过一生。 却非要昭告天下, 娶嫂子为妻, 丝毫不在乎会得到世人怎样的非议。 就好像散步时有那么多条路好走, 却偏爱挑这一条草木丛生无人打理的。 我扶开横在腿前的花枝, 这海棠在无人处也开得热烈。 我拈起花奄然一笑, 那就下个月, 三妹六聘可别忘了。 谁怕谁? 他人眼光我一何曾在乎, 天下早在我手中。 这些年来, 事书事义, 几番风云变幻。 姓山河亦变, 而我心不改。 过了些十日, 一队不速之客造访。 是我派去给楚怀清和平夕道贺的车队, 如今居然又一路吹拉弹唱着回来了。 领头人哭丧着脸, 对一脸诧异的我解释, 是侧飞殿下命我们这样回来的。 说娘娘给他送的贺礼收到了, 这次是他给娘娘送的。 真不愧是他呀。 平夕所谓的贺礼是两封信, 一封给我, 一封给楚怀清。 我挑了挑眉, 拆开给我的那封。 叶兰, 她在信中写, 你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人。 自从认识你, 我处处都被你压上一头。 于是我花了十年时间, 试图去做一件能证明我胜过你的事, 结果如你所见。 京城有你在, 那就实在不是个好地方。 摧氏清贵人家, 平夕也高攀不起, 愿留在自由的平梁边城, 从此天高海阔, 用不着再看你们令人讨厌的脸。 想来你也不想看见我。 就算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今生不必再见了。 令, 转告楚怀清, 世子如我挤出, 我会好好抚养他成人, 让他不用再念。 我捏着信纸, 微微有些发愣, 转头看了一眼楚怀清, 他也已经拆开了他的信封, 里面是一页平息, 已经签过名的何黎叔。 他举着何黎叔, 一脸奇异地问我, 我这是算是被平息甩了吗? 我们对视一眼, 一起摇头一笑。 我收起信, 心情感慨不已。 礼部前几天, 还来问过平息怎么办? 他也吃了很多苦, 又同家里关系不好。 我们本来打算封他做贵妃, 等事情忙完便接他回宫, 送他一辈子的富贵, 却也担心会不会就此蹉跎了他一生。 谢谢你, 平息, 确实是一份贺礼。 祝贺你也走出了自己的淋雨,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登基过后, 大婚的日子就到了, 父亲又一次送我出嫁。 太医老了, 花白了头发, 走路须拄着拐杖, 腰背不负以往的挺拔。 楚怀青从父亲手中接过我, 父亲眯着眼睛看他, 拐杖累了累地面, 中气十足的扭头对我嚷嚷, 蓝丫头, 爹当年怎么说的来着? 就说了, 不会看错人, 这小子有明君之相, 会是你的良配的。 楚怀青悄悄问我, 当年定下婚约时, 你不是很不乐意, 还大闹了一场吗? 啊, 那是因为当时我爹早已看出我心悦楚怀青, 几枚弄眼地损我。 蓝丫头, 你不是对那小子喜欢得死去活来吗? 爹就知道你非他不嫁, 开心吧, 爹帮你定下了和他的婚事。 爹看他有明君之相, 也是个良配。 放心, 爹绝不会让宝贝女儿受委屈的。 我那会尚存羞耻之心, 拿好意思被父亲这样直白的银鱼, 当场就休脑地胡闹了一通, 让他快快住嘴, 好给我留几分女儿家的颜面。 转眼镜已过去了那么久, 曾经的少年已眉目染霜, 褪去青涩, 曾经的少女也已作为人母, 可一夕又还是那年花开, 一模一样的人坐在学堂, 听我爹翘着二郎腿, 大砍他的光辉战绩。 仿佛中间流逝的那些时光, 都不曾存在过。 皇帝换了人坐, 帝后一同上朝议事的习惯, 却保留了下来。 每一道政令的颁布, 都有我的一笔。 百姓称我们为二圣, 我们二人说出口的话, 皆为圣旨。 三年后, 我之前推广的县学诞生了第一批优秀人才。 我亲自电视, 拔得头筹喜中状元者, 是一名女子。 她是本朝第一位入朝为官的女子, 我没能实现自己做女相的志向, 但总有后继之人。 我开了本朝皇后执政的先河, 还会有更多的女子 走上这条路, 施展自己的抱负, 让她成为通天的坦途。 楚怀清很支持我。 她总说当年承诺为我留意席位, 结果我自己走出了一条新路, 让她很是遗憾。 她是我的知己, 至交, 至爱。 山海之巅, 为此一人能与我并肩。 我不在乎后世将如何评价我们, 试辩我们寡怜贤耻, 思乡受受, 亦或是夸我们千古地后, 殊世二圣。 都可以, 都随她。 就算骂我又如何。 青史载我名姓, 千秋记我功过, 这人间我自来过。 抚养天地, 自在我心。 此后, 我们共度了很多年。 和清海燕, 碎碎长安。 藩外, 小段子, 虽然皇帝换了两任, 但是办太学的习惯保留了下来。 每过一段时间, 太父都兢兢业业业向皇帝和皇后报告太子的学习情况。 最近, 太子出现了一点问题, 太父说, 皇后身体前倾, 着急问道, 什么情况? 太父支支吾吾, 倒不是学业的问题, 只是太子似于赵尚书家的女儿不对盘, 天天在学堂中吵架, 但总体来说, 还是良性竞争, 只是臣觉得, 应该禀报一下。 啊, 哦, 那没事, 皇后靠了回去。 太父偷偷抬头, 看见皇后一脸古怪地看着皇上。 皇上握拳倾壳了一声, 正色道, 爱卿说的这个赵尚书家的姑娘, 她性格如何, 可否婚配, 太父, 啊。 陛下翻阅太子近年来写的小文章, 看了半天, 把太子叫过来试探。 儿啊, 你这些心得感悟, 太子挺起胸脯, 都是我在娘那里看了你以前的文章得来的。 皇后娘娘大炯, 扑上去无嘴不及, 只好含恨垂桌。 陛下心情大好, 懒过太子语重心长, 而啊, 为父的文章都是食人衙会, 没什么意思, 来来来爹这里留了好多你娘以前写的文章, 你多学学她的思路才对。 父子俩高高兴兴向外走, 皇后娘娘愣了一会儿, 追出去大怒, 楚怀卿你要死啊, 居然私自保存我的黑历史。 别走, 给我交出来, 翻外二, 妾身催谍, 婊子平息, 京城人事。 家父催绝, 官拜一品大学士, 刚正不阿, 宿客审慎, 就连对家人也颇为严苛。 自幼, 我和妹妹就在父亲母亲的教导下, 学习如何做一个标准的淑女。 父亲说, 女儿家无需多高的才学, 知书达理即可。 她不需要我发表多高深的见解, 能小一结语, 将来做好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就好。 红袖天香, 从一个深归走进另一个深归, 本该是最适合我的命运。 一切的转折都发生在先帝开办太学的那年。 京中凡贵宙家族都安排自家的孩子入学, 以结交未来的储君。 父亲迫于同侪压力, 又苦于家中没有失灵男孩, 挑来选去, 只能把我送进太学。 去之前, 她只有两句交代, 不许辱墨催家门眉, 不得丢了女孩子家清明。 前者让我不得不咬着牙, 保持优秀, 后者让我和绝大多数同窗歌席, 一切热闹的集体活动和出风头的机会, 都不应当与我有关。 不过世上之人大多庸才, 以我的这点小聪明, 本也该轻松混入前席, 不该有什么压力才对。 可谁让我碰到了叶兰? 认识她的第一天, 我对她还只是一般讨厌, 看不惯她同谁都能无所顾忌, 大方谈笑的样子。 而认识得欲久, 这讨厌的程度也越发加深。 叶兰和《二殿下》中的任何艺人, 都优秀到足以担起天才的名号。 这样的人, 当时存在一位足以, 能竞享世间名利与荣誉。 可上天却偏让这两个人生在同一时代, 还要把他们放进同一间小小的学堂里。 他俩和我们这等寻常人之间有弊, 本来光靠躺平就足以从我们之中脱颖而出, 可天才撞上了天才, 谁也不服谁, 反倒激起了斗志。 人家两个越战越勇, 相互追赶超越, 共同进步, 神仙打架却苦了我们这些凡人。 同是姑娘家, 少不得要被放在一起比较。 叶兰的聪慧只会显出我的愚钝, 她的好人缘让我愈发显得沉默寡言。 父亲不会考虑我究竟有没有资格和人家作弊, 只会用眼神告诉我她的失望。 可叶兰的腰材早已突破了规格女子的边界, 根本不能放在讨论的范围。 贵妇人的聚会之上, 婚配是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 经中这么多人家, 没有一位在谈婚论嫁时提起叶兰的名字。 谁家感任她做儿媳妇, 觉得自家子职有掌控住她的底气。 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乖巧, 文静, 有才却不过分有才, 知书达理的程度刚刚好, 贤良大度还谦逊。 待到出阁那日, 经中的高门大户该争着抢着向父亲下聘书。 至少在大家闺秀这方面, 我能做到经中当之无愧的第一。 父亲啊, 连旁人都能从我身上找出优点来, 为什么您就只能看到我不如别人的地方呢? 太学中的同窗门入学的缘由, 九成九是奔着二殿下来的, 我也不例外。 但就算有谁原先对她不感兴趣, 认识她之后也都一定会为她所吸引。 领导力是一项与生俱来的天赋, 就算还是孩子, 那也一定是孩子中的孩子王。 她的能力能够让所有人心悦成福, 追随她绝对不会让人后悔。 谁能不为优秀, 勤奋又热忱的人吸引呢? 况且她还长得那么英俊, 只要她对我笑一笑, 我简直就要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能有效无视她魅力的大概只有叶兰。 她私下总是很不愤, 认为楚怀清太过张扬, 有刻意耍帅的嫌疑, 走在街上隔着老远都能知道她路过。 幸好她从未在大庭广众下说过这番评价, 本然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撸起袖子来跟她理论。 二殿下岂是那等轻狂的人, 不过也不怪叶兰有偏见, 向来只有她在场的时候, 殿下才会做点故意吸引她注意力的事来。 能让她打马路过时, 吹着口哨勾引回头的人, 天底下也指得她一个。 我一直觉得在叶兰面前, 二殿下有时甚至活泼到有些幼稚的程度, 不过这些细节, 我可不会告诉叶兰。 她可是我的情敌呀。 记得有年八月桂花正好, 同窗们相约去京郊踏青。 席间, 叶兰折了一把桂枝, 在座中尉都是学子, 便起着哄要以此为体作诗, 相互鄙视一番。 那日足足闹了一个下午才散, 进了星也饮足了酒, 趁着众人一个个都摇摇晃晃地离开, 我揣着隐秘的少女心思, 悄悄解释起二殿下即兴坐的诗稿, 我的心喷喷跳个不停, 这被主人随意丢弃的纸张与我仿佛珍宝。 我做贼般抬起头, 却见到正主就站在我斜前方, 捏着别人的诗稿出神。 那是叶兰的, 我一眼就知道。 她的字迹从来就不同于女子常有的娟秀雅致, 反倒有米服的帅性潇洒之风。 二殿下回过头, 正对上我的视线, 微微一正。 她将手中的纸一折放入怀中, 丝毫没有被抓包的不好意思, 反倒竖起十指, 笑着对我比了一个虚, 神态自然倒好像该心虚的人是我才对。 壮破这桩秘密, 我好似应该心碎, 可奇怪的是我心中反而只有果然如此的平静。 也对呀, 不是叶兰又该是谁? 除了她, 还有哪个人能配入殿下的眼呢? 她们遥不可及, 她们并驾齐驱, 无论承认与否, 她们之间都有一种仅属于她们自己的默契。 打打使团进京挑衅的时候, 叶兰和二殿下挺身而出接下站铁。 多年的教育告诉我, 女子不应当在这样的场合出风头, 由于再三拉住她的胳膊, 她却当我是担心我们会输, 好言安抚我一番。 后来她告诉我她和二殿下之间没什么默契。 可我在场边同样看得清楚, 从阶下站铁到漂亮的赢下比赛, 她们之间不过只有一个眼神的交汇和短短一句话的交流。 如果没有默契, 她们怎么会不约而同选择一样的破局思路呢? 她们是当时为二可堪并肩之人, 有她们在场的地方, 其余人都黯然失色。 但即便如此, 我依然不觉得自己会输。 即使是严谨自持如我父亲, 同母亲举案其媒, 也拥有两房以上的妾室, 更何况二殿下这样的身份。 叶兰的确优秀, 却不一定是最适合二殿下的。 优秀的人都骄傲, 她必然接受不了三妻四妾, 招其目处。 但我可以, 我大度贤惠, 只要殿下愿意对我笑一笑, 就别无所求。 后来二殿下失事, 本是板上钉钉的储君人选, 如今却要被迫离京。 父亲捋着胡子感慨, 幸好没太早站队, 把宝压在二皇子身上。 君心难测呀。 家中已经开始要为我谋划婚事。 母亲拉着我的手叮嘱我, 如今朝中变天, 切不可平时粗心大意, 还替二皇子说话, 让人听见不好。 父亲嫌我平庸, 母亲怪我为诺。 未来好似一眼就能忘到头, 就这样平淡的嫁人, 在夫家尽心操持, 一方小院就过了一生。 我曾喜欢过的少年, 我曾向往过的潇洒, 对于父母来说都是轻飘如指的梦话。 维持家族的荣光, 尽早开之散叶, 作为人称道的贤良妻事, 才是我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我向来没什么主见和强硬的胆量, 连大声说话的次数都屈之可数, 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我不甘心啊。 叶兰嫁给楚怀朝之后, 殿下就准备要动身去评量, 连她都低了头, 我最大的敌人已经出局, 我离我的心上人是这样的紧。 我恍惚看见叶兰挽弓而射的样子, 那样耀眼, 能让我也生出一往无前的勇气。 二殿下出城的那天, 我收拾了一些戏软, 追了上去。 她身上有难掩的消沉和滴落, 看见我时有些讶异, 但口吻依然温和, 平息, 多谢你来送我, 快回去吧。 我紧了紧握着包袱的手, 坚定道, 不, 我要跟你一起走。 她一开始, 说什么也不答应, 一会儿说边境苦寒不比家里, 一会儿说战场危险刀剑无眼, 把我往回赶, 我硬是死皮了脸跟着她。 直到父亲大怒, 毫不留情地宣布, 再不认我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二殿下听闻此消息, 沉默良久, 叹了口气, 神色复杂地对我说, 你也无家可归了。 没关系, 用这张薄面换一个她, 很值得。 我顺理成章, 住进她的府里。 殿下风神俊朗, 一表人才, 在哪里都是最受瞩目的人。 她来了评粮, 于是全评粮成的姑娘都为她痴狂。 但因为有我在, 哪怕她对所有人介绍说 我只是借助在她府上的铜窗就有, 也没有人信。 所有人都用暧昧的眼光看着我们, 默认我是王府未来的女主人, 开很多调侃的玩笑。 殿下会一次又一次认真地纠正, 说别开这种玩笑, 冒犯崔小姐了。 过了几年, 确实没人在开玩笑, 因为殿下带我始终手里, 从无余据。 但我对她来说, 到底还是有几分特别的, 因为我是这偌大平良城里, 唯一一个能同她聊救人的人。 徐尚是她最信任的副手, 月月都会拿京中最新的动向来给她, 也就是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她还留了后手在朝中。 她读完那些报告, 会倾弹着性质, 笑着对我说, 还是熟悉的她。 是在说叶兰。 那些报告里大多记述着朝中的动向, 而近八成的动向中都有叶兰的参与。 每当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情况发生, 叶兰总能及时应对, 让殿下舒展眉宇。 她总感慨, 幸好朝中有皇后。 殿下不常同我对弈, 因为我实在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但放松时偶尔也同我手谈一局。 落子时她常常会莫名其妙突然开始笑, 笑完对我说, 如果是叶兰的话, 方才就会如何断她后路云云。 那时的她眼睛会难得地亮起, 四星光终于穿透厚重云层的缝隙, 坚固沉稳的壳中吹泻几分少年的气息。 落一朵花会想到她, 起一阵风会想到她。 她不在这里, 但她无处不在。 毕竟青梅竹马, 回忆那么多。 按这个标准我也能算青梅竹马呀, 但, 还是不要细想, 不要自讨苦吃的好。 叶兰生下儿子的那天, 殿下闭门不出整整一天, 我还是专程问了后厨, 才知道她喝空了十几坛的酒。 可第二天准时推开门, 还是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 只是那年, 她本来还兴致勃勃地捅我说她谋划年底回京的事, 之后再也没提过。 徐尚是个老师本分的人, 作为副手, 她从不多嘴, 忠实地完成主帅每一项指令, 非常可靠。 她从没开过我的玩笑, 每次都十分拘谨地叫我催姑娘, 即便是这样不善于搭讪的人, 都在几年之后, 找到了情投意合的气。 她带着未婚妻来介绍给殿下的时候, 笑得像个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 那姑娘不好意思地缩在她背后, 红了脸, 眼睛却一心一意盯对未婚妇的侧脸。 她说, 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就想嫁娶上这样普通的夫婿。 他们想要普通而非惊心动魄的爱情, 拥有普通的幸福, 过普通的一生。 殿下专程为他们夫妻二人主持了婚礼, 这几年很少能见到她这么开心, 大概是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 于是自己也跟着高兴。 可惜天意难测, 好人没能偿命。 徐尚在强宝中的小儿子喂断奶, 就没了爹娘, 殿下在他们夫妻二人的排位前上了三炷香, 二话不说将孩子带了回来, 立为世子。 殿下贵为王孙, 到底没有抚养孩子的经验。 他手忙脚乱了几日, 我看不下去从他手里抱过孩子, 调整了姿势哄了几下。 孩子终于止住哭声, 损着手指睡着了。 殿下善善收回手, 我未婚配, 倒是先当了娘。 过了几天, 殿下大概是过意不去, 以况也这样过了这么多年, 便同我商量, 给我一个名分的事。 我想再赌一把, 便说我与殿下多年勤奋, 只求侧妃即可。 倘若他心中, 对我真有几分感情, 也不会云我如此自降身份。 但他只是眼神闪了闪, 便默许了。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以为早已是一片死灰的心, 竟还能再冷上一份。 殿下终于向经理写了一份折子, 皇上的回信也很快, 传我们一同悔经。 十年不曾回来, 就是风貌竟已令我陌生。 公宴依旧热闹, 但我已不能适应这样的氛围, 殿下不见踪影, 正好给了我离席去寻他的借口。 绕了一大圈的路, 最终在一个凉亭前寻到他的身影。 他正在出神,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抹冷意在他周身缭绕不去, 令我不觉有些色缩。 我走到他身边时, 他突然说, 他看起来很累。 谁? 我先是反应了一下, 又悚然想你们见面了。 有没有被谁看到? 风瑞的力气从殿下脸上一闪而过, 他低声道, 不能再拖了, 一年之内, 我要彻底解决达达祸患。 然后, 就该轮到楚怀朝。 他看起来波澜不惊, 可我却莫名感觉他身上有股压抑的怒火, 如熔岩般涌动, 让我心惊不已。 身处大内, 这样的话也敢想说就说, 普天之下, 只有殿下一人。 无聊的宴席过了大半, 压轴节目是太子楚荣为皇帝祝寿。 从太子站起来开始, 殿下就一直用审视的目光打量那孩子。 是他的儿子, 继承了他优越的五官, 他越聪明可爱, 殿下捏着酒杯的手指便越用力, 可目光偏不舍地移开。 是我心智不忍看, 仙怡过了眼。 宴席结束的时候, 我在母亲的轿子回家的路上守他。 母亲看见了我, 吩咐教夫在我旁边停下, 冷淡地说, 上轿。 我钻进轿子, 知道母亲是不愿让别人看到我这败坏加封的女儿又来找他。 他不说话, 我也沉默, 教夫抬起轿子继续走, 狭小的轿箱内, 气氛凝滞又压抑。 终于, 他闭着眼睛开口, 你来干什么? 我低声道, 不笑女儿催谍, 专程来探望母亲。 看我, 他冷笑了一声, 我可一点也不想看到你。 真不知道我怎么养出来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儿。 你倒好, 拍拍屁股就跟人私奔了, 知不知道我和你爹是怎么被人戳着几两骨指指点点的。 你妹妹因为你干的好事, 差点嫁不出去。 我心中有愧, 知道自己对不起父母的养育真, 默默听着母亲的训斥。 他多少年不曾这样数落过谁, 一开始时激动, 说了半天, 倒也平复下来。 好赖这么多年, 你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 终于和王爷成了夫妻, 从今以后好好扶持丈夫, 也就算了。 对了, 那个世子怎么回事? 你在王爷后府住了这么久, 怎么让别的女人先生下了孩子? 我低下头, 我与殿下未有过肌肤相亲, 当然不会生出孩子。 母亲豁然张开双眼, 她瞪着我, 眼睛几乎要瞪出眼眶, 整张脸都憋红了, 一口气差点上不来, 我忙伸手去扶她的背, 却被她狠狠打开, 指着我私生道, 你说什么? 你说你跟王爷私奔, 但是什么都没做过? 平白让崔家, 让你自己蒙羞十年, 勾引, 崔情, 下药, 办法那么多, 你是干什么去的? 她心里没我的时候, 我把自己再珍贵的东西给她, 也没有异议, 我苦笑地说, 娘机翘地看着我, 愚蠢, 废物, 你给我滚下去, 教夫停下了轿子, 我叹了口气, 对娘说, 殿下不尽女色, 至少除了我, 她不会有第二个女人, 娘冷冷道, 有什么用? 测飞而已, 她命教夫起轿, 再也没有回头, 我默默目送她离去, 知道她这一走, 我此生同家里, 便再也没有和解的可能, 今晚我本来是找娘道歉说情, 想认祖归宗, 堂堂正正出嫁的, 我非人中龙凤, 却也不是下三滥的玩意儿, 到底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了, 我跟着殿下又一次回了平凉, 喜宴布置很简单, 只请了她熟悉的几位下属, 但也样样俱全, 她喝了不少的酒, 在喧天的喜乐里走进房间, 傻笑的声音中有压不住的释怀, 我终于把你抢来了, 我能同你成亲了, 她抱住了我, 我闭上眼睛, 心想哪怕是这样我也认了, 可是她却也只是抱着我, 没有掀开我的盖头, 也迟迟没有下一个动作, 于是我恍然大悟, 原来她不是醉到分不清人, 只是打着酒的旗号, 装作自己夙愿得偿, 看来这酒的程度刚刚好, 够让她糊涂到分不清今夕何夕, 也够让她清醒地知道自己抱着的, 并不是放在心里想说不敢说的人, 我做了侧飞, 日子也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殿下带我更亲近了些, 有时会和我说些心里话, 小狮子被她启名为楚彭月, 取彭城万里, 逍遥天下之意, 我抱着她哄的时候, 殿下会细细瞧着孩子, 对我说, 平息, 我突然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前几日做梦, 竟然梦见太子换我父亲, 醒来觉得甚是可笑, 我楚怀清何曾是如此软弱之人, 我第一次看见他露出这样自嘲的表情, 似是后悔自己本不应走这遭, 重点哪里是孩子呢, 重点分明是孩子的娘, 再刻骨铭心也注定要过去, 没关系, 终究会是我赢下这局, 先父官偶尔会同我抱怨, 殿下进来的用兵大胆了很多, 仿佛换了一个人, 我虽然不懂兵法, 但看得到城中粮草在快速消耗, 我大概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进来朝中传来的消息也不怎么好, 皇帝的妃子有孕, 夜兰的处境开始有些危机, 大开大合的出兵虽然有效, 但后继不挤跟不上到底也是问题, 城中人心惶惶, 大家都有些害怕, 但是殿下向来是再可靠不过的领导者, 城中人心所向都愿意跟他一同血战到底, 死也不怕, 殿下这段时间虽然一直精神紧张, 但并不慌乱, 反倒是有所准备的样子, 所以我也不怕, 直到蓝图带着达达的兵马将平良城围住那天, 他才彻底松了口气, 看到我不解的表情, 他为我解惑道, 大鱼咬勾了, 蓝图在城外叫阵, 得意洋洋道, 你与叶姑娘二人天纵英才, 我答答认输, 若你们二人一直携手合作, 天朝铁板一块, 我愿再折服二十年, 可惜如今只剩你一人, 不是我们的对手。 殿下曾向叶兰要过冰和粮, 他拒绝了, 但叶兰到底是在靠谱不过的人。 殿下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联手呢? 贺喜的队伍吹拉弹唱, 送来了救命的粮草。 城中的士兵并非困于孤城, 而是养精蓄锐多日, 殿下一声令下放开城门, 达达士兵奔袭多日本就疲惫, 遇上了陌生的环境, 城中无法跑马, 被守株带兔的守军轻易消灭。 殿下亲自持剑预展蓝图, 奈何大将阿鲁哈忠心救主, 抢先挡在他剑下。 蓝图只丢了一条手臂, 被布下就回去了, 但据说人已经废了。 这场战赢得痛快干脆, 殿下的消耗却很大。 他好几日不眠不休研究兵房, 面色憔悴, 却又有一种异常的亢奋, 竟然不打算休息, 就要点上兵马回京。 我根本拉不住他, 京中的探子恰好在这个手上门。 探子回报说, 皇帝疑似被软禁, 目前皇后执政。 殿下愣了一下, 停下脚步。 他在内院来回走了好几圈, 脸上表情哭笑不得, 好像已经挥出了拳头, 却打在了棉花上。 你呀你, 每次都不按我的预期来是不是? 不过说实话, 叶兰这个举动, 对殿下其实是有利的。 这下, 事出就不算无名了。 我清楚, 殿下在评良的这些年, 一直在为重返京城做准备。 边境天高皇帝远, 他从没有一天掩盖过自己的野心。 想不到准备了这么多年, 最后一截梯子, 竟是对方递来的。 出人意料, 却又好像本该如此。 就好像这么多年, 他们本就彼此争斗, 又彼此成就。 殿下不再着急, 反而坐下来开始谋划。 毕竟叶兰的举动, 在某种程度上是犯了大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 竟然来自后宫, 他送来一个大礼, 楚怀朝不能声誉, 这将是皇后的大污点, 能让叶兰一朝身败名裂。 独副长朝多年, 横行霸道, 害王爷不得不折去边关, 种种行径让我等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 他端起来, 向殿下笑得讳莫如深, 我愿助殿下一臂之力, 解决心腹大患。 带殿下荣灯酒舞, 别忘记我的功劳就好。 胡飞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 又与我的亲妹妹是一家人, 我本该帮帮她。 只可惜她生得太晚, 未曾亲眼见过殿下与叶兰上 在太学时的情景, 否则定说不出这样的婚话来。 殿下未接她的茶, 挥挥手让我离开。 我退下时, 只听见殿下喜怒莫变的声音响起, 哦, 那可太好了, 本王正要借娘娘头颅一用。 胡飞大岔, 急道, 本功夫中怀有龙胎, 留我有大用, 王爷怎能如此对我。 殿下笑道, 我那兄长生不了孩子, 娘娘说笑了。 她勾唇轻笑, 笑意却未及眼底, 眼神冰冷地,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惊恐的表情永远凝固在 胡飞如花似玉的脸上。 她是第一个, 为殿下这段慢慢回程路, 沾染上血色的骑士。 斩了此人, 时机也到了, 殿下不日便要带兵启程。 临行前, 我为她整理行装, 最后一次试探, 如果此行发现夜兰要与你争斗到底, 对你没有半分四情, 你输了怎么办? 她片刻迟疑也不曾有, 自信孝道, 我不会输。 她无意也没关系, 威逼也好, 利诱也罢, 办法可以有很多, 但这次我绝不会再放手。 心灰意冷是一个好漫长的过程, 我总告诉自己, 坚持住, 走一段, 再走一段。 这条路只有我一个人在走,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足够的毅力, 我总能走到终点, 我会是唯一的赢家。 可是在这一刻, 我终于彻底死心。 因为你看啊, 这个男人并非温文尔雅的公子, 他是刀口舔血的战士, 黄泉捕育出的上位者, 温雅的皮囊掩盖下, 也有天生的蛮横, 在热血里流动。 他从不碰我, 不是因为尊重我, 联系我, 只是因为不爱我。 而需要时, 他其实也可以这样强硬。 我只勇敢过这么一次, 赌上所有拼一个结果, 我以为十年陪伴总能融化冰雪, 可我怀抱的并非冰雪, 而是永不摧折的冷铁, 只愿为他人化作绕纸柔。 母亲看我真准, 是我吃鱼, 我自以为的优势其实并不存在, 别人一个对视, 就彼此心照不宣的事, 我用了十年来证明。 殿下会得偿所愿的, 叶兰的心其实从来也没有深藏过。 此番万里奔赴, 想必两心同, 只不过很多事情都是旁观者清, 因为事不关己, 所以不生幽据。 那天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 想过去, 想人生, 想我自己。 直到怀中的动静将我唤醒, 彭越啊啊啊了半天, 突然喊出一个含糊不清的娘。 我正住, 在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看到一个完整的我。 她的世界里只有我, 全心全意地依赖着我。 原来我的容身之处, 不再寂寞深宅, 不再无情人深叛, 而该在我孩子的眼里。 我兜兜转转这么些年, 其实也不过就是想找这样一双眼睛。 我是羡慕叶兰, 我也想做谁的唯一, 想做谁的骄傲。 这是父母不曾给我的, 殿下不能给我的。 殿下冰雪聪明, 大概早已看穿。 她作为朋友, 照顾我十年, 实在是做到了她能做到的最好。 我天资奴顿, 幸好没有奴顿到底。 忘了吗, 我是崔迭, 崔家最出名的女儿, 也曾有财明远播。 我回房, 提笔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给叶兰写了封信, 就此做别吧, 我可恨的对手, 我最好的朋友。 很多年后, 我带彭越回过一次经。 正值八月, 单柜飘香, 小朋友舍了一把花枝朝我跑来, 将一团花香放进我手里。 我拿起眼前的柜枝, 目光穿透细小的花醋, 恍惚看到了很久以前的那个下午。 欲买桂花同在酒, 中不似, 少年游。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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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